哈囉 大家好 是今天的樹木解說員 今天呢 要來為大家介紹這一棵植物 大家一定常常聽過它的名字 它就叫做大王椰子樹 大王椰子樹呢 是屬於棕櫚科的植物 然後可以高達20到30公尺 就是可以長得非常高大的意思 然後大家也看到我頭頂上的這一個 就是它的一片葉子 一片而有 一片就那麼大 然後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小小植是什麼對不對 來 大家靠近來看 大王椰子呢 是屬於一回羽莊副葉 一回羽莊副葉就是 它的主要的這一片 葉子的小枝 生出去有這種尖尖的 這個是小葉 就是這樣一個出來 就直接是小葉 這種叫一回羽莊副葉 然後呢它的小葉 整個都長得這樣尖尖的 然後它的葉子 第一種葉子 葉子會重生於枝端 就是一棵大王椰子樹在這裡 就只有最上面的地方 會有樹葉 就叫做重生於枝端 就它的葉子都會重... 就一重葉子就長在 葉子最頂端的地方 叫做葉重生於枝端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裡有一環一環的樣子 第一個呢 就是大王椰子樹 它是這種葉子 每次在脫落的時候 你看這裡 就前面 脫落的時候 掉下來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環 這個叫做落葉痕 然後呢每次 掉下來都會有落葉痕 然後就一直掉一直掉 然後就會累積成這樣 一環一環的樣子 然後大家看大王椰子樹 看起來很大顆對不對 不過它還是有 它還是有 致命的 就 缺點 就 大家看 大王椰子樹 最頂端的地方 有一根尖尖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看有一個尖尖的東西 你只要一把那個拔掉 一拔掉喔 那棵大王椰子樹 就會馬上死掉 所以以後 小朋友愛玩 不要亂拔那個 你一拔掉 那一整棵大樹 就死掉了 就 很不值得啊 然後 大王椰子樹呢 因為它需要 日照充足 然後需要 足夠的水分 才會長得很高大 然後 在台灣也經常被當作 校園行道樹 像我們校園行道樹 就是用大王椰子樹 所構成的 是 就是 長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呢 我們在 走路的時候 也要 特別小心 因為這種 葉子你看那麼大隻 如果你一掉下來 打到人 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所以以後 走在這種 大王椰子樹的 樹下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它的葉子 怕會掉下來 砸到人 這樣會 可能會有 生命危險 謝謝大家以後 小心點 然後我的 介紹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